台北市議員簡書培指控市府高層早就跟好心肝有聯繫 對此台北市副執長黃珊珊說 簡書培他是故意扭曲事實把時間給錯置 如果簡書培拿得出6月7日他有指示證據的話 他願意退出政壇 我想昨天簡議員的指控叫做張飛打月飛 他故意把6月9日這個時間給掩蓋 6月9日事情已經發生 那天我把我之前的簡訊傳出去 傳給到黃局長跟我們的工作群組看 因為正式因為坦蕩蕩 所以才把這個相關他們跟我反應要做疫苗合約診所的這個簡訊 傳到我們的工作群組 如果我有任何的指示 我也不敢把這個相關的資訊傳出來 第二個這部分就是故意扭曲這個事實 把時間點故意措置 如果檢疫員拿得出6月7日以前 我有指示的我願意退出政壇 到底黃山山甘好心甘兩者之間有沒有認識 有沒有關聯有沒有所謂的特權呢 今天台北市衛生局長黃世傑在台北市議會 被議員問到這個問題他也做出回答 6月10號也就是好心甘事件剛發生完的第二天 我以前認識好心甘那邊的人跟我講說 其實這個疫苗是黃副市長請他們幫忙打完 因為期限的問題因為沒有績效問題 我當時的想法是那你就跟檢調講 因為檢調已經在調查了 所以我也沒有對外去講過這件事情 直到說我們昨天蘇培議員舉出來的一些證據 是證明說黃山山副市長早就知道了 請問一下局長在昨天的一個LINE對話裡面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你曾經在你們有一個 ICS衛生局這個新冠肺炎的群組 118人那個群組裡面 你轉傳一個是許醫師應該是許醫師傳給黃副市長 早安麻煩轉達山山副市長 昨天下午5點拿到的150支 昨天晚上10點前全部打完 這個對話是你轉到你們衛生局的群組的 你還記得嗎 那個是在6月9號 對你還記得這件事嗎 我當然知道啊 那誰給你這個對話的 這個對話是誰給你的 是許匹醫給你的 然後請你轉給黃山山 還是黃山山給你 黃山山貼在我們那個市長群組 我覺得那個跟我們有關 所以我就轉貼到我們ICS群組 謝謝副市長的那一個對話有沒有 是你看到副市長傳到群組 你們首長的群組以後 你覺得這跟衛生局有關 所以你再轉傳過去衛生局的群組 對不對 好所以也就是說好心肝 我們給好心肝疫苗這件事情 你是先經由黃山山副市長的那一個對話 你才知道的 你事先並不知道 是黃山山傳了那一個對話 你才知道對不對 沒有那個亂只是講 講習近平跟他謝謝 跟那個他們的對話 對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是不是到看到那個對話 你才 這之前你都不知道 衛生局已經先給好心肝了 不知道 對嘛 所以你是看了黃山山傳給你們的時候 哪一個對話 你才知道這件事嘛 對不對 因為外界認為好心肝 有人認為好心肝是跟你聯繫的嘛 不是嘛 對不對 你屬身不知道對不對 是黃山山副市長傳了那個對話以後 你看到那個對話 你覺得跟衛生局有相關 你才轉過去給同仁看一下 對不對 是的 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極有可能 根本是黃山山自己去做的人情 跳破你這個局長 直接指揮 然後就疫苗給出去了 是不是 要不然疫苗從哪裡 黃山山市長手上冰箱裡面 又不會打開有疫苗 黃霍市長昨天已經有開記者會做說明 反正你就是後知後覺 是先黃山山去處理這件事情了啦 在旁邊的衛生中 是 旁邊的衛生中 旁邊的衛生中 這些衛生中 是 旁邊的衛生中 都不然 是 感谢观看